左右台北市大直一带 是无预警的停电 有学生拍下了实践大学校园 黑七七伸手不见五指 连教学大楼也全黑 师生们是被迫停止上课 只好拿着手电筒 在教室外头等待复电 另外美丽华百货 也被民众拍到了停电的状况 百货立刻启动了照明设备 而台电回应 因为断路器跳脱 造成了台北市中山区内湖区一带 包括大直美丽华实践大学 台北校区在内 总共是有5415户停电 而目前是已经全数抢修复电